大家好,我們來香港政經 最近是五萬肺炎嘛 所以這個股市的波動相當的大 所以我們在投資、選擇權、在交易選擇權的時候 那我們的總資金必須要加以規劃 才能夠做兩方規矩 那首先我們先來討論一下資金的規劃的部分 那如果你的資金要使用得到在特殊的時期 譬如說在美股崩盤 最近崩盤三千多點 這時候能夠逢低強短的話 那你的資金必須到這時候不能夠被用 所以這樣子就只能被動 所以如果你要讓你的資金能夠有效應 你會需要你的保證金 這個十種狀況 到時候它會保證金是消耗 消耗自己最快的東西 好,首先我們先來看一下 我們的保證金 你要一分幾種 好,第一種是裸賣 那裸賣的保證金大概是一萬五到兩萬九 再加上你的這個權利金 好,所以如果你是一個這個架評的 好,架評的話 大概就是兩萬九加上權利金 好,先這樣子跟CAS 好,大家這個架評會向我們上課 如果是架評五百的話 那就是一萬九 這個保證金就是一萬九 加上目前的這個價格 這個價格 然後假設價格的價格是一百點化 那又兩百五千一萬 這樣叫三萬九 然後價格三萬九 然後價內 好,價內跟價格不同 好,都是 但是價內的這個 本身權利金 會為了一萬九 變更大 所以一萬九加上 假設三百點 好,那就變成一萬九加一萬 好,就變成差不多四萬 OK,好 所以,呃,價格的乳麥是非常吃保證金 所以我們一般都是用價差 那價差就要分了 價差它有一檔 好,一檔 好,先講說月旋旋的話 一檔的話是一百點 就差不多五千 好,所以如果你是賣價品 買價玩意 好,這樣是一檔的價差 一檔的價差的話 它保證金就是五千 好,跟剛剛的價品是三萬多塊 一萬九加二萬 三萬九,差不多四萬 好,跟四萬 好,這個差很非常的多 好,所以 好,如果 好,你是一檔 一檔就是 呃,才是一百點嘛 對不對 一百點五十到五千 好,跟四萬 你差了八倍 對,所以如果你如果賣一口 價品 其實 你價差可以總到八倍 好,這是一種 好,那 好,那 呃,這是 賣方加差 賣方加差的算法 好,就是它的 中間 是差幾檔 好,其實我們最常做的 就是一檔 兩檔,三檔 很少超過五檔 好,那 到五檔的話 五檔的話 就是 一百點五檔 二十五 兩萬五 好 那兩萬五其實 就算 價差五檔也是比 也是比 你的 你的 價平的 一檔三萬九 價平的一口 我賣三萬九 好,還是 還是,還是划算 還是划算 那 那 價外的話 價外的話 那就是 乘兩萬九 可以一路往下降 好,就看 要降多少 就少 所以 如果你是 價外一檔的話 就少五千 價外兩檔的話 就少一萬 好,價外三檔的話 少一萬五 OK 所以 兩萬九 變成兩萬四 變一萬九 OK 所以 你最多 到價外 五檔 好 六檔 六檔 少 頂多到價外 六檔 好 所以 呼籲賣就是 你留下來的保證金 就是六檔的保證金 一萬九 好 所以你 超過六檔的話 它還是 要收賓的 一萬五 所以如果賣 最少是 大家以前印象中是 一萬五 一萬四千 現在新的保證金 它就是 一萬五是最少 所以如果賣的話 是一萬五 好 所以我們的第一個結論 就是 裸賣 要少 OK 當然 我們其實有很多其他變形 正常 更順便 一趴 一開始 我們這個趴 到底是所有 正經用太兇 而 只經用太兇 用太晚 如果全都加上的話 很快就用它 所以我們有時候會 故意 故意加急的 如果賣法 這個保證金 吃掉了 這樣子 反正你保證金 用完之後 就不會剩下 到時候成功的時候 可以再把 賣法 加強 它自己是一種策略 好 所以這邊就是 我們要介紹的 是 裸賣 跟賣方加差 但 賣方加差 它 雖然是看 檔次中間的差 並 所以它的 它還有一個缺點 就是我們在算 風險指數的時候 賣方加差 賣方的市值 賣方的市值 會造成 風險 所以 以 一般來說 你這個 鼓勵的因素 你在平常下單的時候 你可能下賣方 或者吃保證金 但是 當你現在 暗飛出來之後 你當初的賣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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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用這麼多的保證金 那現在你要 你低加嗎 你當初的賣方 那你是不是要把那些保證金 保證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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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對這個賣方 他就比較有限 那你本來就保證金 你一定是要 就贏了 買房 但是 這已經有問題 你反過來 反過來 反過來 如果你 這個 看長 你就 買進 價內 一萬 價平 這是我們最常見的買方 價差 買進 價內 一萬 價平 那這種的話 假設 它是 50點 50點 所以 50點 的話 那你只要付這50點的錢 就贏了 所以 你就是50點 兩千萬 OK 這樣子有沒有比 用賣方 裹賣 或者是 這個 賣方價差 要省很多 賣方價差 最少就是 一檔 一檔的話 就是要付 五千塊 一檔就是要 付五千塊 因為你沒有包括 正經 包括 所以總共 就是 賣方價差 就是五千塊 好 那賣方價差 兩千五 又剩一半 又剩一半 OK 所以 我們 這個 譬如說 像今天 今天 今天是 昨天美股大漲一千多元 大灘 這個 三六三號 那美股大漲 大灘的話 那可能 你就可以 當然你是 長期期 長期期 還是看一看 所以你如果想要 安全一點的做 你可能會 羅賣 加來三到 羅賣 加來四 這樣子的話 加來三 加來四 那時候會變說 便宜兩萬塊 但是最少要 有 一萬五千 一萬五千塊 最少要 一萬五千塊 所以 大概就是 羅賣 就還是要 一萬五千塊 但是 問題是 這個局勢還是不太穩 那你要 羅賣 加來四 到時候 羅賦來 來個 這個 又打跌的 因為現在打跌 常常一跌就是 三百點 五百點 這樣子 賣 可能有 持銷 所以你可能 賣方價差 賣方價差 可以說 查個三檔 賣方價差 這樣 可能就 一檔五千塊 三檔一萬五的 保證金 保證金 一萬五 那一萬五的 保證金做多 好 那 這個 畢竟保證金 一萬五的保證金 如果你 資金已經很 很卡的話 一萬五可能還是 賢太多 那就 剛剛講說 那就兩千五 買價平的 價平的 一檔 或是 兇一點 買兩檔 兩檔的 買價內衣 買價外 買價內衣 賣價平的話 三檔 賣價外衣 是兩檔 做兩檔 甚至做三檔 好 所以 像這樣子的話 方式做多 兩檔做多的話 你就只要花 五千塊 好 一檔做多 就花 2500 好 所以 這個就是 保證金 使用上的一些基金 好 另外就是說 裸賣 裸賣 剛說 雖然裸賣 它是 它保證金是 一萬裸到 一萬裸 就是 裸賣 但是如果 你是 雙賣 就是 賣兩方 那賣兩方 那賣兩方 是 C3跟C4 它的算法就是 它是算一份 C4跟C4的保證金 C高 這是第一個 好 再加上 比較低的 那個人的 那個部位的 全力金 好 假設 你C高 C高 保證金要 兩萬九 C高保證金 兩萬九 C高的保證金 兩萬 好 那這樣子 就是 兩萬九加上 那C高的保證金 比較少 它的全力金 大概也會比較少 再加上 它的全力金 價值一百點 五千塊 那就兩萬九加五千 就是這一組 雙C 不管是跨式 或者是 C樂式 C跨式 都一樣 就算 所以當你是 裸賣的話 兩邊 組合起來裸賣 它就幾乎 就只算一份的錢 再加上 比較低的一全力金 那當然是划算 所以還是要組合 如果你真的有裸賣 那就要把它組成 化成樂式 這樣子 是比較深 到時候 你的可用之金 就相對比較多 那你就可以做 一些買方價差的 這個運用 OK 好 那我們今天這個 選選腳椅裡面的保證金 好 我們之間的使用 好 一些 注意事項 好 大家見到這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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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